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怡婷 那今天请来万通国际卫 明玉卫老师老师你好 明玉卫老师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早上就听到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中域的新药即将在4月底 会在美国开卖 那他的EPS有机会上看到10元以上吗 是你觉得 我想就是针对在这个波段 升级个股从3月份做到一趟启动 那这启动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落在这个中域 他的一个艾滋滨的这个新药 已经在第一季取得这个药证 那毕竟这个药证取得了一个后续 你才这个这个新药的一个部分 才可以在在市场上做个正式的开卖 那预计在美国的话 在4月底的话 会形成一个正式开卖的 这个实际上结果想 造就他的一个 EPS的一个部分 获利的部分 可以远远超过一个股本之上 那当然话 基于这样子的利多信息的一个出现 我想也是造就在这个波段 为什么整个的生计族群 尤其说生计族群 已经在最近是连续两年的时间 子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变成说在这个阶段点 反而是筹码获得相对安定的一个后续 那在这个阶段点 包括电子个股在做个休息的这个阶段点 形成这个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最强势最强势这个族群个股 那当然我想以这个相关一些生计新药 一些族群个股 我想这个很多绝大多数的这个个股 都是属于一个只听到楼梯响 并没有看到一个实际上影子的一个产生 那当然的话是说以这个生 就是说中育他的这个艾滋病这个新药 我想确确实实拿到这个药证的一个后续 也造就他的一个整个一个营收获利的一个实际上贡献 我讲这个对于整个一个生计的族群 都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很大的激励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包括从3月份以来 这个生计个股的一个做个主攻的这个要求 我想这个中育的一个部分档的话 成为他的一个所谓的生计的一个领头 我想这是毋庸置疑 那除了像这个中育以外 那往往在这个阶段点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特别去留意 这个后续的一个生计族群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包括就是说 以整个一个生计族群个股 我们刚刚有讲过已经直呼了大概至少两年时间 相对应股价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基期 那尤其在最近这段期间相对的一些利多的一个 相关个股的利多讯息 基企物遍地开花 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OTC贵买指数 他也不断不断针对这些生计的一些相关个股 来召开这个法说会 那等于我想这些相关的一些利多讯息的一个 不断不断释放 我想这个都能够提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后续来密切去留意 这个整个的生计族群相关个股的一个后续的演进 那尤其除了像生计的一个新药以外 我想以在现阶段大陆市场 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包括像 医美跟这个像健康食品类的一些 相关生计的一些个股 也相当值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做个密切留意 那么再看到下一页就是说 比在这个阶段前 包括在两年前2015年的时候 当时在OTC上柜的这个生计指数 它的个底重 几度都是逼近到五成 甚至包括最多最多快接近到六成 多次超越整个一个电子族群的成交比重 那变成说最近这两年 尤其说落入这个冷冻库 已经长达两年 这个当下当的话 股价处在低激起 那当然这个阶段点 筹码获得安定 都一样是相相值得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的密切留意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相关一些 线图的部分 包括就是说以中域的 就是说这个这样领头 养的一个股的一个实际上表现 从3月8号取得药证当天是涨领盘 以下锁到底 我想到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处在这个高档震荡 那这个高档震荡 我想就是说 短线上震荡完之后 只要去形成要突破 这个257块钱的后续 又会是另外一段公式的一个展开 那我们再看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边点 就是说除了中域的一个新药以外 那包括像这个6499这个益安 他还取得这个这个新导管的一个 止血装置这个他的寿钱金 寿钱金高达5千万美金 我想这个贡献这家公司的一个EPS 也都快接近一个股本 那当然话也造就最近股价的一个 不断的一个高高 那当然话像是像升级相关新药的一些 像像以往是像浩鼎的部分 是升级这个新药的龙头 以浩鼎以往股价高高 一度来到七百多块 那一路腰斩再腰斩 后续墜跌压回到 135块钱 比如说最近这段期间 我讲这个是处在一个相对低基期 各位你看这个现图就很清楚 那低基期的一些个股当的话 风险有限额利润五千万 这是为什么你在这个节点点 要特别去留意生计个股的一个 很主要理由 那我们再快速看下去 包括像新药的包括像保莲户 我讲最近表现形态都很亮丽 甚至包括像亚斯康 一样是生药的新药的 那另外包括像保瑞 最近的表现状况都是创高之后 那我想这些个股你都可以留意 压回来的一个买进点 那甚至包括像这个医美的 像这个6523这个达尔乎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做 泼尿酸的这个1786的像科研 那另外包括像健康保健类的 像这个利丰跟这个大疆的 我想这些个股都是相当支持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那你就说针对这些相关主流 强势个股的一个买进的一个点 味道底在哪边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直接加入到 为了是我们这个Lite 8好有行列 那我们会是针对这些强势这些 生计的主流标的 他那个压回的一个买点 我想我们都要每天的这个盘中 会给各位就做到立即的一个 资讯的一个掌握 好谢谢魏老师的分析 那也别忘了加入我们魏老师的Lite 8 接下来请收看一分钟看台股 近期的一个台股 就是说历经这个 最近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 一个修正压回的后续 那在这个清明节连续下注过完之后 也展开这么一段的一个反弹 那这段反弹我讲 弹到目前为止 已经进入到1万1千点的一个 前波的一个密集套牢区 那这个密集套牢区 我想就是说 功高到1万1千点的一个后续 毕竟包括6条金线 也全部站上去 那站上去这个趋势 包括中期跟长期这个均线的趋势 都还是维持往上 那等于说最近这段期间 我想就是说以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 多头的一个趋势 到目前还没有去做改变 那毕竟就是说你进入到这个 密集的一个套牢区 你毕竟都是需要时间 跟这个量能的一个时间 来跟这个加上这个成交量能 不要去做到让急缩的一个 把这个前波的一个套牢 这个筹码去做到让消化 那所以说我想短线上是震荡难免 那既然多头架构不变 那我建议各位 我一样是多头盘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 压回你依然都可以勇敢 去站在一个买方 后续这个盘都还会依然 现在你要实现往这个前波高点 来做个直接的一个公告 好 嗯